昨天在ACIP的會議裡面 那有討論了三個議題 那第一個議題是在我左手邊的這個手板 就是有關兒童疫苗這個接種建議 這是針對6到11歲的兒童 接種這個莫德納疫苗的部分 那在昨天的這個專家討論之後 那建議 就是兒童 6到11歲的兒童 那接種莫德納疫苗是兩劑 兩劑的間隔是12週 那12週的考量是主要就是 如果拉太近的話 有可能這個避免這個 心肌炎的一個發生率較高 所以 將間隔拉到12週 那另外接種劑量的部分 是成人劑量的一半 那這個是國際的一個 採刑的一個量 劑量 那另外青少年追加劑 接種建議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在建議 在12到17歲 在完成 完成基礎劑的接種 那而且沒有發生這個 嚴重不良反應者 在最後的一劑的基礎劑 接種後5個月來接種追加劑 那我們 因為青少年接種的這個部分 是從12月中下旬 到1月下旬 的一個接種 所以預計 可能在5月的這個中下旬以後 那可以開始 陸續的接種 那再來是 第二次的追加劑的接種建議的部分 那主要是 針對 65歲以上的長者 還有長照機構的住民 跟18歲以上 免疫不全跟免疫低下 而且病情穩定者 那這些都是 像剛剛講的這個免疫不全的這些 這個民眾 都是屬於這個建議接種這個 加強劑的一個對象 那 這個第二次追加劑的一個接種原則 主要 就是跟第一次追加劑 相間隔5個月後接種 那 因為我們是在1月份以後才做這個 接 才做這個 這個的建議 所以應該是在6月以後才有可能 這些人來做接種 那這個部分接種的建議 那就包括 半量的50維克 的莫德納 還有這個BNT 蛋白質次 次單位的一個疫苗 那這些都是可以來做接種 那另外針對 我們最新的資訊跟最新政策的部分 我們在 這個外網的這個 Banner就橫幅的這邊 那有做了一個 COVID-19 防疫專區及這個最新資訊 那只要點擊下去 就會出現 這個九宮格的一個部分 那在手機上面 最先出現了一個就叫 最新政策資訊的部分 那內容會包括 目前有關居家照護 COVID-19的疫苗相關 還有居家隔離 入境及居家 檢疫 解決條件 還有現行防疫措施原則 跟各部會管制措施 等 這些可以快速的連結到目前最新的 一個資訊的一個 的一個 這些網頁 那這邊再請各位參考一下